电影芳华外景拍摄地闭色寨站 闭色寨鬼车站站房闭色寨米鬼车站站房菜恶在电月铁路旁流影电影芳华 据照2017年12月15日首映的电影芳华中多次出现一个红瓦黄墙 有着异域风格的老火车站的镜头 看过电影的观众纷纷猜测这是哪个车站 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火车站就是昆河昆明河口铁路原颠月铁路云南段的闭色寨站 闭色寨站站房位于车站北端东西 像红瓦黄墙制百叶窗法国式砖墓 结构建筑宽255米近深12米 它位于云南省蒙子市草坝镇1909 年建成原名蒙子碧师寨站 是当时法国人修建的颠月铁路 中国昆明到越南海防中国境内一个特等车站 它与中越边境的河口站一样设有海关位颠月 铁路中国境内设有海关的两个车站之一 碧色寨原来是仅有十余户 人家的小村中原名碧师寨 在当地图与中意识事项 狮子一样小的寨子修建颠月铁路 使法国人的建设指挥部就设在碧色寨位 其带来一股时尚之风铁路通车 火车站的建成使用进一步给当地 带来的生机和活力 1921年后这类成为法国人修筑的颠月铁路 轨距以米俗称迷鬼铁路 和中国民营资本家修筑的各壁铁路各就壁色寨 轨距06米俗称寸轨铁路的换成 换装以及出境货物的海关检查站 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一场繁荣市颠阅铁路 沿县的第一大战顶盛时期 准备运输出国的西及西之品的货物 装满了仓库法国 英国 美国 德国 日本和希腊商人 纷纷在这里开设洋行 酒楼 百货公司 旅店 邮局等当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